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27日 星期六 這一節 John Connor跟大家 講一下八卦的事情 這一節其實已經發生了幾天的事情 事源 遊學修和 蕭若元先生做了一個Cup House討論 就著關於香港電影 已死的問題 以及香港電影能否回復80年代光輝 這個話題展開了一個 激變 兩個人 各自講各自的事情 往後也都在各自自己的YouTube頻道 繼續隔空 隔空對戰 事件引來一大堆 網紅介入 現在包括在下也在介入 一起討論這件事 也算是一種介入 先講講新聞內容 先講 各種看法 這個是蘋果日報的報導 蘋果日報應該是有立場的 整段不是我寫的 蘋果寫 有燈神之稱的蕭若元與遊學修 日前在社交應用程式Cup House 就香港電影已死 以及香港電影回復80年代光輝 機率是領兩個話題展開激烈對話 這個真是新字眼 激烈對話 為甚麼不用展開激變呢 這個有點問題的用字 其後兩人各自在Youtube頻道 繼續隔空涉戰 引起不少圈中人及網民討論 包括現在 我們升旗易得道 John Connor也想參與 繼續還有其他人介入 還有田瑞尼 還有杜汶澤 還有杜汶澤 在網台 以及 社交平台 發表意見 大致上 說他們支持遊學修 另外 還有其他人繼續發表意見 包括小豪子 曾志豪 另外還有 金融KOL 運水 也介入這個討論 好 先看看運水寫甚麼 運水在自己的財經頻道 那裏寫 這個文章 跟這個 隔空支持遊學修 整個內容就像一封信寫給遊學修 這個遊學修 你好 我叫運水 我是一位寫財經的作家 我和你互不相識 但屬同一個世代 我比你少一歲 說來慚愧 此二十九年的人生我一事無成 除了公開在節目撻葉流淑 而尾腳之外 難以接受 好 繼續讀下去 我沒有做過令人難忘的事 我和你不是同一個界別 你不認識我是非常合理的 當日你和蕭若元在cuphouse爭辯 我也在場 聽了一半我已經聽不下去 我和蕭先生是認識的 雖然我跟他的千金給你 其後你和他在各自的YouTube頻道 我是阿漢鳥 我更加相信道理在你那一邊 蕭若元說你不會成為下一個 周潤發周星馳 沒相干 我和你也面對著同一個 世代的 平頸 我做金融 大概這輩子也不能夠超越 馮景熙和鄉直球 大家這樣說 你被上一代看輕的心情 我大致理解 你就是你 你就是由學修 與其打口水戰 倒不如大幹一場 為我們這個世代 出一口氣 你有一個很大的野心 想做一些演藝媒體實驗 打破電影的框架 我覺得很有趣 想陪你發瘋 我可以無條件給你15萬預算 做一套作品出來 剩下的 你只能夠想方法眾籌了 好了 又跳一跳 最後 運水就說 只有一個要求 要求遊學修 要拍一個影片出來 讓3D肉蒲團拍得更加好 他就說 請你拍一套代表我們這個世代的香港人的作品 幫我們出一口氣 游學修也是在 運水的page那裏回應 他就說 早晨 多謝你的好意 在如此艱難的日子裏面 能夠無條件出錢支持 難能可貴 游學修就認同運水所說要大幹一場 不過他就說暫時 都不會搞眾籌了 感恩這個社會有理 那麼熱血的青年 跟我一起 繼續奮鬥 謝謝 事件還未完結 繼續有相繼的不同的網紅 一起介入這個事件 頭條新聞的主持 小豪子 曾志豪也都在Youtube 現在 其實是一個Youtube大戰 因為各自各 發表對電影的意見 但是大家各自各 用Youtube來發言 包括現在在下 John Connor也是在用Youtube 單單是這件事 不能夠不認同 就是現在 的媒體載具 其實跟舊世代 的媒體載具本身就是一個 很重大的差距 當要計算 電影的所謂成不成功 能不能夠計算 現在新世代這些媒體 如果有很多人去點擊 舉個例子 可能有超過1000萬的點擊率 在某一套電影 又或者甚至乎是一條短片 能不能夠用新世代的標準 去衡量 八九十年代 是否戰勝了呢 首先 要去做這個討論 要做戒題 要做得很清楚 如果不是 憑空辯論哪一件事更光輝 哪一件事更盛勢 的確就很困難 正如我們也說了 我們現在 所謂的新世代媒體 可能一個簡單的YouTuber 講這個時事新聞 像本台那樣 其實 覆蓋率 已經有機會 遠遠高過舊媒體 包括 就是傳統的電台 因為傳統的電台雖然是 用大氣電波 但是實際上他的覆蓋率 今天已經可能是不及這個網上的年代了 但是我也不能夠說自己 假如有某一節 很受人歡迎 很多人去 所謂推Post 有很多人看過某一條的YouTube 影片 我們就很大言不慚 說我們已經戰勝了 過往所有的 電台 這樣的說法 是一個 非常之 不負責任 又非常之不準確的說法 因為兩樣東西 嚴格來說是不能夠做比較的 換句話說 我們在討論 例如英國 日不落帝國 可不可以又變回昔日 大英帝國的光輝 嚴格來說 你就會問很多問題 先怎樣光輝 你要知道那個 定義的標準 即是你要比賽也要知道大家的規矩在哪 你想跟舊的大英帝國鬥 到底你要鬥的是 經濟的實力 還是 鬥殖民地的數量 兩樣東西就不同了 舉個例子 正如剛才所說 如果以武器 現代化 其實今天的英國 軍事力量 其實比起二次大戰的時候的英國 強很多倍 但是這個是因為科技的進步 不是因為今天 英國 擁有更強的國力 所以當要比較兩樣東西的時候 到底要用哪一個標準去比較呢 又如果你講 是一個歷史不能夠重複的問題 其實就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話題 因為 除非你能夠改變歷史 又或者你能夠重複歷史 如果不是 你當成是一段 八九十年代當成是一段歷史 當然 當然 這個世界除了超人之外 也沒有人能夠重複 那個年代發生的事 所以 這一節就在下任何定論之前 解題 所謂define的一件事就是 比起所有口水戰更加之重要 一眾不同的網紅的說法都有所不同 曾志豪的說法就說是沒得爭 其實他跟我說的是相似的觀點 牛頭不搭馬嘴 因為 香港不能回到八九十年代的光輝盛世 而由學修同學就說自己 同意不會回到八九十年代的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 複製自己 這個世代就變成八九十年代 如果從剛才所說的論點去看 這個說法應該是正確的 因為 歷史不能夠重複 或者說歷史不能夠完全複製 所以大家加入 混戰之前就沒有好好地去想清楚 到底那個思路應該是怎樣去運作 也看了另一個專欄作家寫的文章 馮熙乾 昨天也在說他的文章 因為就是正正在反駁這個 屈詠賢的藍絲文章 今天再看他寫文章 覺得也說得很有道理 引起其中一段 雪來傷心 香港已經是一個傷心地 何止香港沒有前途的何止是電影業呢 香港 除了電影業其他話題 其他事項 都已經沒有前途了 我們也 絕對可以告訴大家 沒有信心 法律界回復八九十年代的光輝 這個已經是 written in stone 已經是命定的一件事 因為今天那個法制已經崩壞了 所以 大前提已經是 不能不存在了 已經難以比較了 所以 他就說不如談舖子專欄 近年專欄不是夕陽工業 而是深夜工業 加上無定向的國安法 這個真的相當同意 分分鐘惹上文字獄 看到蕭生看待電影業的邏輯 完全可以套用專欄介港 香港寫專欄沒有前途 復甦到六七十年代的機會是領 寫專欄的我只能感嘆 原來已經肯墮落 只有我一人未發現 這裡也說到前途的定義人人 如果說有沒有前途 單單是香港現在的狀態 藍絲的看法 跟黃絲的看法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跟我們香港人 如果你 以屈永賢的角度 其實現在香港 應該是一個黃金世代 趕走反對派 在搞事的人 趕走黑暴 還不是香港大放異彩的時候 香港簡直就是進入 回歸以來 最頂盛的黃金盛勢 這個就是我講的 不是文章所講的 文章就是 前途定義人人人 很重要的一句就是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沒有前途的行業 只有沒能力的人 又或者我再加一句就是 沒不夠勤力的人 又或者不去嘗試 去改變任何東西的人 包括 我們香港人今天面對的狀況 不是 前途的問題 而是 他多麼無望 其實也是要面對的 其實 不過當然 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會好像跟原本的話題 就已經離開了 正如之前所說 假如介題 不清晰 就很容易 其實討論的時候 就已經 慢慢從一個方向 已經到了另一件事 包括 即是現在金融 混水 KOL 混水 其中一個原因 為甚麼會變成了 原本在討論一個 年代的興衰 演變成為一個 世代之爭 為甚麼 到最後被人的觀感 你實際的內容 可能不是這麼說 但被人的觀感 覺得 好像是上一代的人 看不起下一代的人 這個時候 我想起 一首歌 以前有人 很喜歡這首歌 叫做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單是從歌名 你也知道 那首歌的內容 就是在說甚麼 為甚麼我們要發夢呢 其實 為甚麼要發一些不可能的夢呢 因為我們是人 這節暫時跟大家說到這裡 再有其他雲戰 再有其他事情發生 再跟大家 可能再介入 這節介入時間結束 這節講到這裡 拜拜